念这一句佛号 能灭八十亿劫 生死重罪 有人说 我都天天念了 一句都能灭这么多 天天念这么多了 也应该消的差不多了吧 怎么还会有这么多呢 大家不要忘掉 刚才说的 我们五十节以来造的业 整个虚空都容纳不下 假设虚空像我们这个念佛堂这么大 我们念一句佛 真的能灭八十亿劫 生死重罪 那个八十亿劫 重罪加在一起 就好比一粒微尘这么大 放在这个念佛堂里面 根本就找不到 也就是说 我们灭的 不微乎其微 而更要命的是 我们这边灭的 那边又继续造 这才要命 甚至灭的没有造的多 所以才会有当前的情况 虽然也忏悔 也消业了 可是还是有很多业障兴起 更何况 我们念佛的时候 很多情况下 并没有像印竹在此地说 生大惨愧 真正念佛 能灭树叶 过去的叶能灭 这需要怎样 去生大惨愧 彻底认识到 自己造作的恶业 很严重 过去就不说了 说说今生吧 念佛的菩萨们 自己真的知道 有哪些事情做错吗 譬如做三世信念 大家都写 冤情在主 冤家在主 给他写个牌位 赶紧 把他送走 会不会这样 会不会认识到 我真的错了 那个冤家在主 比我还苦 是我造成他的痛苦 真会这样想吗 真能体谅到他的苦吗 真的愿意 假如可能 让他来念佛 我替他受苦 不行啊 这怎么得了啊 所以 真能生起大惭愧心 这不容易啊 生大不畏 什么大不畏啊 畏不恶道的果报啊 如果我们不能往生的话 这么多恶意 要到恶道去守报 所以要用这样的警觉心去念 转众生之损人力己心 转这个心念 转什么心呢 转自私自利的心 把这个自私自利的心念 转成 像菩萨一样 偷利众生的心情 所以念佛同修 我们念的这句佛号 是在唤醒我们本有的美德 自自俱俱 与阿弥陀佛大愿相应 他不仅仅是口号而已 你看印竹在此地说得多好 念佛人要这样念 生大惭愧 生大不畏 转私心 为菩萨心 如此念佛 若树业若现业 就是管他过去的业 还是现在的业 都可以藏使大菩提心中之佛号光明 用菩提心去念的这句佛号 可以把过去今生的所有恶业 消灭得干干净净 其实不是小的 转了 心念一转 这一切恶业都转 大家看那边的不对礼 念佛方能消数意 结成 自可转凡心 转凡夫心 成菩提 念佛要用这样的心去念 说白了 就是周围念佛的菩萨 从今天开始 这句佛号 自自俱俱 为众生念 自自俱俱 为众生离苦得乐而念 这就是佛号中 巨主大菩提 那我怎么办呢 我就是这么办的 这就是我们念佛人应该要存的心 不是说同生极乐果 以这样的心去念 念念与佛相应 这一切恶业 都可以在佛号光明中 全部挂进 因此念这句佛号 能消一切恶业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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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